警方倒破一個洗黑錢集團 開設公司申請信用卡終端機 再招攬一批人用假資料申請信用卡 為公司簽賬8500萬元 有24人被捕,包括集團主腦 潘耀星報導 各犯罪集團開設一間部 稱作派對房間的公司 設立信用卡商戶戶口 申請信用卡錄卡機 之後開了多間空殼公司 招攬一批人 向他們提供虛假僱員紀錄和入息證明 叫他們申請信用卡合共超過200張 集團再拿這些信用卡 返派對房間部錄卡機大量簽賬 一年半簽了8500萬 那些錢再轉到犯罪集團成員的戶口 最多一宗簽賬12萬 警方說簽賬和派對房間的業務不符 抓了24人、15男、9女 涉嫌洗黑錢和處謀詐騙,包括集團主腦 部分被捕人士報稱無業 相信他們因為經濟困難 而借出自己個人資料成為傀儡 被這個詐騙集團利用申請信用卡 在簽賬之後 這些傀儡都沒有依時還款 拖欠大量的卡數 甚至申請破產 他們拖欠金額的款項 由幾十萬去到最高三百幾萬不等 令到發卡的銀行蒙受損失 警方說在集團成員戶口凍結了130萬 但懷疑犯罪得益 有線電視記者潘耀昇的特殊 有線電視記者潘耀昇的特殊